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韩国经典电影《老千》 男主是一个收入微薄的普通工人 在一场工厂赌博中 他输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刚好此时 他离婚的姐姐带着一麻袋赏养费回了家 你没有听错是一麻袋 然后一家人就出门了 只留下男主跟钱 真是天赐良机啊 所以男主马上带上所有现金 回到工厂想赌一局翻本 结果当然是输光了所有的钱 赌局结束后 现场两波老千打了起来 男主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但却被打晕了 缺本无贵的男主无言回家 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些老千拿回钱 一次 他在一场赌局中发现有人出签 于是拔刀跟赌场的马仔们对峙起来 幸好被大师男所救 大师男就是远近闻名的老千 为了赢回姐姐的钱 男主决定拜大师男为师学习签数 一年后 在男主的勤学苦练下 终于学有所成 还知道全国有三个最顶尖的老千 分别是大师男一志尔还有刀八男 刀八男热衷于抓别人出签 唯一没被他抓到的老千就只剩大师男了 为了帮男主赢回钱 大师男带他认识了自己的赌博拍趟烧浪剑 两人在烧浪剑的配合下成功赢得了钱 大师男让男主金盆洗手带着钱回家 但此时男主已经被美社和金钱迷惑了双眼 决定留下来与烧浪剑合伙 在送大师男上火车时 两人还意外地看见了乘同一班火车的刀八男 送走了大师男后 男主与烧浪剑白天合作赚得盆满钵满满 晚上合作朗得夜夜声歌 直到一天男主接到电话 说大师男的尸体在铁路附近被发现了 联想起火车开动时刀八男的举动 男主马上认定凶手就是他 但刀八男行踪成迷 于是他决定从刀八男的好友倒霉男入手 于是他跑到倒霉男的赌场随便赢了五个亿 成功引起了倒霉男的注意 男主与他相约两个礼拜后再赌 但由于倒霉男真的很倒霉 所以两个礼拜后他又输了 所以他只好绑架了男主的朋友 威胁他归还时宜并为他工作 我想倒霉男这种托马斯回旋转体360度的脑回路 真的是不懂什么叫做养虎为患 所以马上就被男主设计杀死了 倒霉男的死惊动了刀八男 于是他决定要在赌局中抓住男主出千 并剁了他的手 卫师报仇心切男主也毅然付了赌约 但赌局开始后他却不断输全 正当他打算出千时 他的出千手法却被刀八男给看穿了 这次场上只剩下一张没有打开的牌 两人都押上了男人最珍贵的右手作为赌注 结果男主赢了 但他男主却突然调转枪头对准了身旁的烧浪剑 原来在赌局中烧浪剑不经意地说出 大师男被人砍了右手 但这件事情只有去过停尸房的男主才知道 故事的最后 刀八男失去了自己的右手 烧浪剑失去了自己赢来的钱和最爱的人 男主开始成了赢家 却已然回不到最初 大师男承重告他参与赌局要有强烈的获胜欲望 但不能彻底被欲望所掌控 这条忠告同样也是用于人生 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有的只是无止境的欲望和被欲望吞噬的人 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带给您的全部内容 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